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9月21日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請盡快訂閱和僅僅按一個小鐘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直播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段影片的話 請大家幫幫忙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希望更加多人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我們看到剛剛過去的一兩個星期 其實都可以說國際間有幾宗核能的新聞 其實都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之重大的 先講好消息 因為很老實講 消息一定有好有壞的 而且有一些可以體現到人類的光輝面 有些只可以看到人類的黑暗面 我們先看看光輝面有關人類未來的部分 其中第一個就是美國有研究人員 已經說已經作出了一個技術性的突破 就很可能可以促進到核融合的技術 將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可以將它商業化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之大的利好消息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們大部分的能源是來自發石燃料 其實發石燃料就會導致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以就會影響全球的天氣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說法的話 可以找到一個真是潔淨的能源 沒有什麼這樣的副產品出來的話 其實是對現在人類已經面臨著的氣候變化 可以說是一個解毒劑來的 所以這個好消息就是來自核融合的技術了 其實核融合已經是研究了很多年了 但是暫時來說都沒有做到一個叫做淨輸出 什麼叫淨輸出呢 就是你要造成核融合所輸入的能源 然後核融合所放出來的能源 到底會不會多過我們輸入的能源呢 如果多過的話就叫做淨輸出 其實現在就做了一個高溫的超導體的電磁鐵 這個電磁鐵可以提供一個磁場 是去到20個Tesla的 那有多大呢 總之是很厲害 而這個電磁場就可以促進核融合的發展 所以說根據科研人員說 這個突破就令到現在很可能去到2025年 就已經可以實現到核融合的能源的淨輸出 所以未來這幾年可以說是核融合 到底可不可以在未來短短的時間 面世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關口 我們希望接下來的好消息不絕 更加希望中國在這一方面可以急起直追 希望中國可以是成功做到核融合的頭幾個國家之一 而另外一個好消息也是跟人類未來很有關係的 就是剛才說到核融合可能去到2025年 才真是可以初步達至這個淨輸出 其實核融合正式可以投入生產 為我們解決能源的問題 可能還有10年20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 其實在中間這段時間我們怎樣去找替代能源 取代現在用得最多的化石能源呢 其實我們中國接下來就會試驗 將一個核裂變的技術將它商業化 而這個核裂變的技術就是做一個無水的反應堆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不再是用油來做原料了 就是用另外一個放射性物質叫土的來做原料 這個土是不是中國發明的新技術呢 其實並不是的 因為美國已經是有人試過 有科學家是試過用土來做燃料來做核裂變的 但是就是一個很大的理由 為什麼他們不繼續這個研究呢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數 因為土它是可以做到很乾淨的核裂變 因為它出來的副產品其實都是危險性不高的 還有它是一個比較可控的核裂變 但是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令到西方就品氣了這個技術 因為西方現在用油去做核裂變 它可以得到很多副產品 而這些副產品是有機會可以造成這個核武器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不用比較安全的土來做燃料呢 其實最大的就是這個理由 所以唯一全世界肯做這樣這麼沒有好處的事 就是我們中國的 因為我們中國就是希望真正正把核能用在和平的方面去用 就不是用來將它武器化 其實這一則新聞呢 小弟、閻sir和曹教授 剛剛9月17號的科科有譜其實已經提及了 大家如果想多看一些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資料的話 歡迎大家去看看我們上個星期尾的《科科有譜》 然後就看看除了核能的和平使用之外 其實我們也看到剛剛這一兩個星期也有核能的武器化使用 而這個正正是見證了人類的黑暗的陰暗面 其實這一則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了 就是一個叫AUKUS的組織AUKUS 就是澳洲、英國和美國呢 他們簽署了一個新的安全協議 而這個安全協議就是美國 其中一條就是美國會幫澳洲做澳洲第一架的核動力潛艇 所以和核能都有關係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美國說會幫助澳洲首次建造核動力潛艇 而且這個協議裡面不單是核動力潛艇 還涵蓋了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網絡安全合作 然後它雖然有強調這個核能的應用就是用來做潛艇 不是發展核武器 但事實上對我們亞太區的安全相信影響會相當之大 到底這個AUKUS是一個什麼組織呢 可以看看這裡就是英國、美國和澳洲三方面的合作 就是在我們亞太區這一邊就是一個安全的聯盟 它所謂的安全聯盟 但是它們的安全聯盟其實就是帶來我們區域間很不安全的情況 其實它針對的是誰 沒錯 大家猜中了 它針對的當然是我們中國 其實我們知道美國和英國和亞太區有什麼關係 對不起 一些關係都沒有 所以它拉上一個同樣是講英文的同聲同氣的 叫做亞太區是其中一份子的澳洲來做一個聯盟 就是想利用這個聯盟 將它的黑手更加深入插入我們亞太區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狼子野心 那個野心相當之大 但是這件事情它現在做的時候 美國人的狼的本性出來之後傷害的不僅是敵人 更加傷害它的所謂的盟友 其實我們看到法國就這次美國、英國和澳洲 組成這個Orcus的聯盟非常之不滿 尤其是不滿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和澳洲這次起核潛艇這個協議 絕對對於法國來說是一個美國和澳洲對它的背叛 說得這麼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甚至澳洲正式官方的發言 就是美國在背後刺了它一刀 為什麼會有這麼嚴重的指控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潛艇的建造合約 本身是法國人拿了的 不過不是核能潛艇 這個潛艇的建造合約就是390萬億美金的合約 大家知道這個不是一個小數目 法國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報道是2016年的報道 2016年的時候法國的一個軍備廠商 就接了這一張澳洲的訂單 就是38.6 billion 就是386億美金建造潛艇 然後就等它可以加強它在亞太區的軍事力量 大家同樣都知道 美國現在說要幫它建造核潛艇 所以自然澳洲選一選 清一清 好像別人的厲害些 而且美國好像強大些 大哥你做人小孩子的 大哥說要賣東西給你 你當然不敢說 no 結果就是澳洲就單方面終止了法國的合約 就轉去和美國簽約 這件事就令到法國非常之不爽 不爽到這個地步 就是它甚至是決定召回美國和澳洲的大使 這個可以說是法國建國以來 有史以來第一次召回兩個國家的大使 其實這次這件事情 可以說被羞辱的法國 真的沒有辦法再引氣吞聲 因為不單止金錢的損失 整件事情其實對法被羞辱出賣這件事 更加是令到法國人覺得面子上受損 而且不單止發生這樣的事 還要有人在隔壁加鹽加醋 這件事才是嚴重的 所以這次Augus 會不會導致北約組織內控 甚至是分裂呢 其實真的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為剛才小弟提到 就是有人在隔壁加鹽加醋 這個加鹽加醋是誰呢 就是那三個國家裏面 唯一一個和這件事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英國就是加鹽加醋一個 他們說什麼呢 他說對於講英語的這些捍衛自由的國家來講 法國這些不講英語的 絕對不是一個靠得住的夥伴 你這句話還不得罪了北約裏面的所有人 我們看看北大西洋公約這個組織 其實它裏面的成員國有30個國家 這30個國家我們可以看一看列表 列表其實已經看到相當清晰了 國家的數目就是30個 大家可以看到在圖上面這裏 藍色的就是這個北約組織的成員國 大家當然可以看到是美國和歐洲 最主要是 看看這裏有沒有一個列表在這裏 我們可以看一看 這裏就可以看到到底有哪個國家了 其實我們看到這麼多個國家 真的講英文的有多少個 加拿大是一個 然後一邊數下來 好像大部分都不是講英文的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 一邊下來再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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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去到英國和美國才是講英文的 就是說整個清單30個國家裏面 只有三個國家是英文是母語 其實英國人 英國的報章 這個Telegraph 發出了一段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對於這個英 將講英文和不講英文的國家分開 甚至將一個不講英文的國家 發覺是一個不可靠的夥伴的話 其實這句話會不會得罪到大部分 這個不約組織的國家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其實我們看到原來英國的前外長 其實都已經是有接受過訪問 發出了一個言論 就是說這次這個事件毫無疑問 是會影響北約裏面的民友們 可能會將這個不約組織撕裂 其實小弟這樣看法 因為很坦白說 你要打一結文的話 最重要是 民友和民友之間 起碼有一個最基本的信任 你這樣無端端去插別人一刀的情況下 搶別人生意 你這個信任還可不可以繼續維持下去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次這件事情 可以說美國其實是蓄勢以待的 就是說其實整件事情是醞釀了很久的 不是突然之間才有這樣的決定 因為我們看到另一份媒體 講述這個外媒的報道 有提到其實在拜登上台之後 已經是開始在談這件事了 只不過美國和澳洲 就是刻意將整件事隱瞞法國 現在超過半年了 直至他們談好所有事情 才將這件事揚出來 大哥 你這樣全心揚騙的情況下 是否會令到另外一個當事人 發覺是否會更加不爽呢 所以其實這次造成北約裏面的裂痕 相信是相當大的 無他的很簡單 因為很老實說 我們北約組織到底是因為什麼理由而建立的呢 其實我們看一看它的背景都非常之清晰的了 北約組織的建立 其實最初發起人就是法國和英國 發起人都被人搞了 但是它為什麼會成立這個組織呢 就是因為當時它有簽了一個和約 就是想著大家總合他們的軍事力量 去對抗蘇聯 其實大家知道 蘇聯自從在上個世紀末解體之後 其實俄羅斯的國勢已經大不如前了 所以其實北約組織一直都被人質疑 被他自己成員過 質疑到底這個組織還有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其實很明顯我們也看到 美國都開始不看重這個聯盟了 因為其實如果美國真的看重北約這個聯盟的話 真的覺得俄羅斯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威脅 所以如果聯盟一大群人去對抗俄羅斯的話 他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插在北約裡面的民國一刀 所以他為什麼會走來亞太區搞事 以及為什麼會和澳洲和英國去結民在亞太區搞事呢 原因是因為他知道今時今日他最大的威脅來自我們中國 所以可以看到他本身就是因為一個重點的轉移 而令到他不惜 而令到他再覺得北約裡面的民友已經對他不再重要了 所以這個本身已經是郎子野心 以及他是一些誠信都沒有的國家 就毅然去做出傷害民友的這件事 而且很老實說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做類似的事了 大家如果有記得這本書 這個叫做《美國陷阱》的話 其實裏面所提到的那間公司 Eltron 亞爾斯東 它本身也是一間法國公司 其實這間法國公司 它本身就是在法國裡面 可以說是業務 在法國裡面是一間非常大的公司 創立了很長時間 由1928年創立到現在 它業務橫跨全球的電力能源和交通運輸的領域 甚至是處於世界的位置 當時人們說在全盛時期 甚至有人說世界上每四個燈膽 就有其中一個的電力是來自阿爾斯東的技術 可以說它佔了全球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市場 但是這個這麼大的公司 結果怎麼樣呢 結果就是它其中一個高企 就是突然之間被美國 在金瓦迪國際機場拘捕了 就說它涉及一個反海外腐敗法 最後就是甚至被屈入獄 結果這個人放了牢出來之後 就寫了美國陷阱這本書 那當然是它為什麼要去 這樣去拘捕了阿爾斯東的高層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它要施加壓力給這間公司的CEO的執行官 就讓這間公司肯用一個非常之不平等的條件 將整間公司最核心的電力部分 賣給美國的通用電器公司 是 大家沒有聽錯 它對著它的盟友 可以用這麼不乾淨的手法 去逼它盟友強行搶了它間公司裡面的核心生意部分 益了它自己美國的公司 這件事情其實在這本書裡面是講得非常之清楚的 這本書小弟都有看過 所以可以和大家在這裡分享一下 剛才的小點滴 如果大家想知道整個詳細的故事 和看一看美國到底司法制度 是怎樣為它自己國家服務的話 這本書小弟建議大家一定要看 所以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就說美國陷阱這本書再加上 美國現在覺得北約再對它來說 沒有它的戰略重要性 那美國會怎樣去對它那些前民有門呢 其實大家有目共睹 相信其實這件事情 應該對北約的其它成員國 都是一個非常之大的警鐘 其實跟著下去會不會令北約在內部分裂呢 其實現在可能還有一些言之過早 但是整件事情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北約大部份的國家都是沒有聲音出過的 其實這件事情可以說 他們真的仍然屈服在美國的淫威之下 但是美國如果是一直這樣倒行逆施 一直對自己的盟友做出這樣的事情 全部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 不惜完全違反了道德的底線 我真的要看看他還有多久的威 再看看還有沒有人繼續會傻到繼續去撐他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看到 美國的好日子應該正在倒數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好 今次分享到這個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內容 肯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都在等級的 gauche